就在上個禮拜 七大工業國的領袖聚集 在日本的廣島 共商大局之際 日本的股市 創下了一九九零年 三十多年以来的新高 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当然是赢了面子 也赢了李子 因为全球各大的媒体 争相大篇幅的报道 这件事情 为什么外资这一波 前补后继的进入日本股市 很多制造业也开始回流 日本能够摆脱失落的三十年吗 苏星老师请您上台来 怎么看待这个疫情 这个叫做死也命也 我觉得这个岸田 真的是这个时间点非常好 让它能够掌握趋势 所以简单来讲 就这个日本的经济 跟日本的通盟来讲 我们讲它失落三十年 这是因为 它有些结构性的问题 一直没办法解 所以日本现在还是负利利 可是呢 这个前一阵子 它所使用出来的 这种货币政策 跟财政策去支撑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说 让你解封的时候 老百姓可以试图来消费 出来做理由 把带动起来 当然这两者来讲 感觉上是说 这个也不是一个持久性的 毕竟是你补贴出来 可是我们讲 实验命也就是说 刚好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转期紧张了之后 那么很多的国家 原来在中国的投资 不管是在资本市场的 或者是说我们FDI的 这个中长级头是基本上 那个钱都在撤 那撤了你总是要有地方趴 那结果这个部分呢 等于是说它是一个避风港 但是整体来讲 我们可以这样讲 如果这种看下来 就是知道是说 因为它今年的第一季度 我们在讲它通膨膨胀 之前在这节目也讲过 是说这次是全球的通膨 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讲到是说 这个因为气候的关系 因为空间的关系 这个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解 所以本来这个通膨膨 就可以有机会把它拉上来 那再加上是说 它目前这些的这种刺激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第一季 竟然很不容易的 经济成长来到这个1.6 是 那么因为它去年 基本上大概第一世纪 第三季的时候 下跌1%跟0.1% 那我们在这个定义上来讲 联系两个季度的衰退 就是我们讲技术性的衰退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来讲 今年的第一季度的 这个现实来讲 1.6之后 它就是摆脱了技术性衰退 所以它基本上应该是说 可能这个我们讲 这一次办那个G7的峰会 也很成功 然后又带来 所以我想是这样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是说 它这个1.6 其实它那种复苏的力道 没有特别特别的大 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 而且它这个出口的部分 是跟它的汇率有关系 如果以目前来讲 当大家开始在看好日本的时候 不管外资也好 日本是海外最大的投资人 日本的资金也回去也好 那其实对日本的汇率会有变化 那对它的出口也会产生冲击 所以这里面就是要去拿捏 那对日本央行来讲 其实是蛮有挑战 所以我们先讲是说 它这个很难得 我们看到有机会摆脱这个通膨 有机会也许它经济 真的能够说 摆脱这三十年来的阴霾 可是因为未来的确定 不确定性还是很高 这个就我们节目一直在讲是说 其实今年就是波动性高 不确定因素太多 因为可能是因为中国 可能因为欧洲 也可能因为美国 那么不管它做了什么决策之后 那么整个市场就有可能有一个改变 所以孙老师 你说这个增长率1.6% 看起来好像不错 但它可能有一点点强中透弱 或者是说它的元气还是很虚吗 其实还是 只是说我们之前是比较悲观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说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证损 我们看下一页 为什么它股市会表现得很好 就是因为资金进来 那资金为什么进来 其实这我刚刚讲到是说 先把这一点讲清楚 整个这个地盐政治的分裂 那原来的资金 应该是说分配给大中华的 包括台湾 基本上这些钱很多都在抽 那在中国的部分是很明显的 因为事实上 在美国里面很多的大的机构 除了说年初的时候 像Goldman和Morgan 他们比较乐观 现在也在修正 其实有一些比较审慎的投资人都在讲是说 今年中国的这个曝险是很不好的 因此你有什么给他卖掉 那你钱卖掉之后 全球的资金池是这么一大一个 那你钱要往哪里摆 欧洲目前还在作战中 那你说东南亚还有些不稳定 所以搞到老半天 它是变成一个避风港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现在又议期是说 如果日本现在这个通膨有上来 那日本的央行要不要去采行一些的政策 去改变 比如说他长期的互利率 或者是说他控制直立率的期限 那其实我们在市场认为说 我就赌你日本银行 你这次你非得要修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等于是议期 这个资金进去之后 会有升值的想法吗 所以这个资金 当然它里面还有别的问题在 不是今天后来 不过要讲一下 还是说如果日本身为全球最大的外资 当日本资金开始从海外撤的时候 其实对海外会有外溢的效果 也就是说那个别的市场 会有点状况出来 所以这里面牵一把动前 不过总体来看的话 这个整个来讲 中国大陆因为他们不看 那这一次G7在广岛召开之后 大家又特别看得清楚 是说气候已经形成了 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 围堵中国认证 那些钱抽出来 那我本来是说是美国的机构投资人 或者我是欧洲机构投资人 那我本来就是要分配给亚洲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这次剩下一个Japan 所以这个就去帮助人家 当然他们日本本身 目前你可以看到大公司里面 他的支出开始在上来 这个就是比较是属于基本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那个商业支出 当然是属于说某个程度的资本支出 但是从这个服务业来讲的话 服务业的通膨来讲 主要还是在薪资 那目前很让人意外 就是说他们每一年春斗 就要决定是说 我要薪水要调多少 结果今年调薪的幅度超过疫情 大概是平均3.8 1993年以来最高 为什么 这件事情 我每天看了好生羡慕 对 当然就是因为他们 已经疫情通货膨胀 就是这么高 所以要调 不过大的商社是有能力 可是日本的中小企业 他占了百分之七十 所以这个中小企业本身 他的营收不可能很好 所以虽然大企业的调性幅度很高 小企业大概比较难 那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一个假设是说 日币一旦升值了 那日本的出口就衰退了 出口衰退之后又下来了 那其实就是一种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讲是说 还是充满了一些的不确定性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要看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应该是说 可以很审慎乐观的看待 因为好久没有这种事了 可是实际上 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一些变数 而且里面还涉及到 日本央行将来要怎么去做管理 所以这里面 我们当然因为时间关系 不会去细讨 问到是说 如果他目前的负利率要怎么调 他目前的殖利率企业 日本政府他是很特别 日本所发行的公债 百分之八十十年期的公债 百分之八十是日本央行买的 那整个其他的短天期 他也买很多 所以呢 他这个部分的市场里面 在买这些债件的时候 维持殖利率 他还受到美国影响 因为美国这些升息 从零升到五%嘛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本身的殖利率的局限 就受到这个影响 那他也在做调整 这里面都涉及到日本央行 新的这个行长 他的这个手法如何 那这个名言大家都在采采是说 我们很早就采采是说 他一定要去改变 至少在这个我们讲 控制之利利期限里面 都一定要去做个改变 我们来看下一页 所以说我们这样讲 可以看得到 这个核心通膨 大概最后是这样 看起来 大概就下不来 因为他是远远高于 央行那么两%的目标 就是我一直都讲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可能不调整 你的货币政策呢 那当然最初我刚刚讲 最初是因为是人员 供应链的危机 那这个东西不是真正的 比较硬的那种需求产生 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话 整个日本的环境里面 这个价格的压力很明显 因为我自己 这个一些朋友在日本 都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那个通膨是什么样子 而且这个通膨 短期内也很难能控制下来 实际上跟全世界都一样 包括台湾也一样 所以我们很多的央行 一开始都说 这个怎么样可以控制下 什么时候可以好 其实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是解构性的问题 那这面就是杀别人大 所以这样看的话 日本目前还有一点 就是说他在调查 大家对通膨的 疫情心理提高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企业他一定要做定价 所以薪水要调整 所以我们这样看 未来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说日本央行 要怎么去处理他 如果他处理的不当的话 他可以是通缩 也可以是我们讲通膨 那看他怎么做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说 如果他处理不好 那么海外的资金 是不是要都回来 还是说这个海外资金 还要在观望 那看起来的话 如果是日本的海外资金 应该会回流的机会比较大 那海外市场的价格 就会受到影响 那因为日本是持有 美国最多的债监 持有欧洲也很是 所以在美国的债监也好 欧洲的债监也好 这个也都会有个效益在里面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看看 但是这里面是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算是核心通膨 跟这个其他加起来 其实都目前来讲 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这样看起来 日本的这个薪水值 刚刚讲说调的很高 看起来还是不够高 尤其是中小企业 因为中小企业很难调到那么高 所以有可能日本 还是会面对一个 这个加薪幅度永远赶不上 通膨上升的幅度 对于日元 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现在日元这么的便宜 你觉得如果接下来他慢慢收 因为速度是很慢慢的收 对于日元会怎么联动 你怎么看 我目前比较是认为是说 日元还是短期里面 有一定的空间在 那主要是说 就目前是在考虑是说 FED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升息 或者是维持现在一段时间 甚至是降息 因为其实美国的通膨 也没有那么容易控制下来 虽然大概是因为 去年基期的关系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美国通膨 可以很快看到他改善的数字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联准会就不需要再升息 所以我觉得目前 你看联准会 我们看那个Jerome Park 所讲的话是说 他的暗示是说 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升息 我觉得他是因为是有基础的 我最后再问一个 如果外资现在 因为他还有机会 还有空间外资进来了 那产业 听说最近像本田 大金也慢慢制造业回流了 日本有没有机会 借着这一次 不管是市场的投资资金 或者制造业的回流 扭转在过去的颓势 其实目前看起来 是还蛮明显的 就是说日本跟韩国 日本跟美国 他们基本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当我在寻求 这个供应链的安全性的时候 我同时用政府的力量 那么去决定我的产业政策 所以他美国是走回到 大政府主义 但安典也一样 其实在之前安倍就是这样子想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愿意去补贴 然后把他产业回来 那这种我们讲 reshoring或frenchhoring的话 日本是直接提补贴的 你回到本土 我补贴多少 回到我们到第三个 友善的国家的话 他补贴多少 他这个都已经执行了两年了 都有了 所以他是持续性的 持续 虽然有一些的产业 势必会回到日本来 那这种情况是带来更多的机会 而何况是说我们今天进入到立社转型的时候 我们要新能源 新的这个产业 基本上跟过去很不一样 那大家都怕说 在未来新的经济转型的过程里面 我对未来领导的科技 我是落后的 比如说之前在谈的比较 台湾比较多 像电动车或其他电池 那日本他可能是投资在 比如说轻能等等 那这个里面就很多的竞争问题在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说我们刚才讲到是说台积电到德国去要求补贴百分之 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开口的 因为这些国家他都需要 那这个我们讲半导体是根本 所以我们现在他做好了之后 其他产业再回流之后 慢慢的产业的聚落成型了 他就有个比较好的竞争力 那同样的因为此消彼长 如果美国有这种reshoring 那日本也有reshoring的话 那谁会审是最大输家呢 就是目前制造大国中国 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问题 太好了 谢谢松心老师请先回座了 我们还有接下来要探讨 如果现在中国可能因此而错失了很多 我们说市场的商机 或者是工厂的商机都好 那到底这次G7 领着其他的国家重建全世界 什么样子的秩序 休息一下 松心老师持续告诉你 下一段的节目当中 松心老师上课 因为他要告诉大家说 台北股市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万里无云了 要小心一件事情 贵买没对着陈 台币也才今天稍稍的转强 所以台股现在真的可以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